现在是多伦多时间1月29日晚时 今天晚上在这里会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音乐会 为庆祝江苏与安大略省地界友好关系30周年 并促进两省交流 由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带领的代表团 于10月7日访问多伦多 并于到访当日举行了江苏旅游推荐活动 江苏省旅游局旅游促进处副处长张伟表示 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促进江苏与安省 在旅游业上的交流与合作 这次旅游推荐主要的就是想把我们江苏丰富的旅游资源 和一些独特的旅游产品介绍给安省的游客 在适当的时期 适当的场合 我们会将江苏的游客来介绍安省的资源 中国驻多伦多旅游办事处主任徐言表示 中国和加拿大互为对方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和客源市场 而类似江苏和安省所缔结的友好关系 可以为发展两国旅游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渠道 江苏省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省份之一 那么也是我们责无旁贷进行宣传推广的重点之一 那么我们会结合国家旅游局的一些重点的项目 一些重点的内容 把江苏也作为我们的重头戏之一 进行在加拿大市场进行宣传 为山省民众更好地了解江苏的旅游景点 来自江苏多个城市主要景点的负责人 也随团来到多伦多 并介绍了当地的旅游项目 今年是扬州成庆2500年 从春季的万花会 到秋季的我们举办的千轮的早茶宴 也是把扬州的早茶文化推向旅游的市场 当晚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 还和安省省长韦恩 一起出席了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举行的 纪念安大略江苏友好关系 协定签署30周年的庆祝活动 加拿大环球华语电视台报道